现在准妈妈的忧生忧郁意识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,比如很多女性在怀孕期间都会通过吃叶酸,来提高受精卵以及胎儿的质量,还能够有效地预防胎儿畸形。 虽然准妈妈们知道要补充叶酸,却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去补充叶酸,但是不知,有时一个不小心,也许就会误闯补叶酸的误区,有哪些误区需要注意,跟着Parents来学习吧。 只有准妈妈需要补叶酸,真相,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叶酸对于被孕的准爸爸来说,也是能够提高精子质量的重要物质之一。 如果准爸爸体内叶酸不足,会导致精液的浓度下降,影响精子的活动力,继而影响受孕几率。 建议准妈妈在补充叶酸的同时,记得带上准爸爸一起补充,叶酸补充越多越好真相,事实上,很多东西都是有个度的,包括补充叶酸。 过度的补充叶酸会干扰准妈妈的心代谢,心一旦摄入不足,就会影响抬宝宝的发育。 建议,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叶酸制剂。 通常情况下,在备孕前三个月和孕早期,准妈妈每天应吸收0.4毫克的叶酸就已经足够,同时补充多种营养物质。 大多数妈妈都认为,在孕期,当然是营养补充的,越多越全对胎儿的发育越好了,所以就会把叶酸和其他的很多营养品一起吃。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这种多种营养物质的摄取,反而会影响身体对营养的吸收。 比如叶酸和维生素C同时补,那么就会破坏掉叶酸中的营养物质。 功效就会打打折扣,孕早期,叶酸补充过多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。 补充叶酸也是一样的,千万不要因为叶酸对宝宝的发育有好处,就疯狂的补充叶酸。 叶酸补充过多,反而会引起反效果。 一般在怀孕前三个月,以及孕早期,建议准妈妈每天补充叶酸在0.4毫克左右。 不则补充过多会影响孕妈体内对型元素的吸收。 补叶酸可以生双胞胎真相。 其实,这种说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。 孕育双胞胎从受精卵结合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,并非是后天靠补充叶酸而决定的。 建议,顺应自然。 科学备孕,只有备孕期间需要补充真相,备孕期和整个孕期都需要补充。 备孕期,补充叶酸,能起到预防准妈妈贫血的作用,减少孕晚期换先照子鞋的发生。 孕早期,是胎儿器官系统分化。 胎盘形成的关键时期,细胞生长,分裂十分旺盛。 孕中,稳期,胎儿DNA的合成。 胎盘,母体组织和红细胞增加,都会使准妈妈对叶酸的需要量大大增加。 如果自食,也算缺乏,人会引起具有红细胞性贫血,先照子鞋,胎盘早包的发生。 建议,备孕怀孕的准妈妈都要补充叶酸,持续地不停顿地补充,直到分娩结束。 特殊情况下,孕乳器可以服用叶酸,需根据医生建议。 剥叶酸时的注意事项,以改变烹饪方法,含叶酸的食物很多,但由于叶酸越光,叶酸就不稳定,容易失去活性。 所以,人体真正能从食物中获得的叶酸并不多,因此,准妈妈要改变一些烹饰习惯,尽可能减少叶酸流失。 另外,还要加强富含叶酸食物的摄入。 二,叶酸品牌选择。 叶酸既有单纯型的,也有复合型的。 选购的时候,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,可以倾取一下主治医生的建议。 能够补养叶酸的食物有哪些? 一,绿色蔬菜、卧剧、菠菜、花椰菜、油菜、青菜等。 二,新鲜水果、橘子、樱桃、香蕉、桃刺、苹果等。 三,动物食品、动物的肝脏、甚至、禽肉鸡蛋类。 四,豆类、坚果类食品、黄豆、豆制品、栗子等。 五,谷物类、全麦面粉、大麦、糙米等,扩展阅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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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